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看著電視新聞博寶一則一則猶如明天過後的情節在各地上演 是不是有一種感受到氣候變遷真的逐步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尤其是居住方面 那現在呢,美國有一群人已經過著氣候變遷下的遊牧生活 到底是怎麼樣的生活模式呢?我們今天先來看看吧 夏秋野火,海平原上升帶來的洪災 即溫室效應下越來越強大的颶風 據世界銀行指出 到2050年,全球將有兩億人不得不因應氣候變化而被迫遷徙 而近年來的極端現象也已經讓美國苦不堪言 光是2020年,美國只有171萬人因此而流離失所 那面對這些氣候危機 有一群人開始思考固定住宅的意義 所幸呢,將在美國常看到的黃色校車改裝成露營車 開始過著移動的遊牧生活 有些人會透過美國政府公家物品拍賣網站 買下舊校車 一台車連頭改裝 大概投資金額在4-6萬美元左右 折合台幣110萬到166萬元 校車內原本兩旁長長的座位區 透過改裝之後 白天是舒適的沙發 晚上則變身成小孩的床鋪 有些人呢,會將主臥室設置在車子的尾端區域 將床板架高 底部作為收納的空間 廁所還有浴室的面積雖然也很小 但還是可以用分離式的設計 而客廳和廚房採用開放式 一側沙發的座板可以抬升起來作為小餐廳 廚房內的功能儲電 以應俱全、烤箱、小冰箱 都被砍入櫥櫃中 將空間運用的淋漓盡致 另外車頂裝置太陽能板 利用太陽能發電 並連接了雨水槽和做飯用的煤氣罐 但事實上,店的穩定性還是不怎麼夠 尤其夏日車內很難保持亮爽 因此這時候以改造為露營車為家的人們 通常可能會在外面辦公 或者是與大自然為伍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以上的做法會不會有一點極端 那很幸運的是因為 目前我們並沒有成為氣候難民 那也沒有感受到那樣的擴切性 那可能陸陸續續呢 會看到人們對於氣候變遷下 發展出更多不一樣的生活模式 或許是思考如何更能在海上生存 或者是往山上搬 那無論如何呢 這些都可以引發我們 對於目前居住的重新思考喔 那影片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